日月光集团与高雄市政府公司协力 投入上亿元资金 新建日月光三好幼儿园 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开幕时 不仅感谢在地企业提供评价教保服务 也表示会盘点教育资源 希望透过与企业共同合作 打造愿生能养的育育环境 请邀请 三好幼儿园 日月光集团与高雄市政府 攜手推动公司协力友善托育 投入上亿元资金 新建的日月光三好幼儿园 日前正式开幕 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典礼时 不仅感谢日月光提供评价的教保服务 为了因应北高雄产业发展需求 市府也会盘点教育资源 希望透过与企业合作 打造愿意生能养的育儿环境 我们现在的平价教保服务大概是97 公共化教保服务大概是40亿 准公用的部分的招生命额是3万3 但是这些相关的设施其实都还需要说再进一步的提升 尤其在南子桥头 钢山等等 在北高雄的产业园区 也逐渐的更加的完整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把我们的马规 还有我们的校园 或者是我们的公有的土地 我们会去再做进一步的检讨 希望说能够让更多的企业 让更多的我们的民间的团体 能够跟市府大家共同可以把 我们的教保服务可以做得更彻底 市长陈其曼也在集团执行长的带领下 参观幼儿园的教学设备与空间规划 并且和幼儿园的小朋友一起种下树苗 成为未来孕育人才象征 对于日月光能够提供优异的软硬体设备 及专业教学团队表示肯定 说是全台湾旗舰型的幼儿园 一点也不会过 最好的设备 还有我们刚刚这个马教授 还有所属的团队 大家对我们小朋友的一个照顾 其实都是不管在软硬体来讲 都是非常的杰出 可以说是幼儿园的典范 内心十分感动 我们说过日月光在高雄深耕 高雄是日月光的母亲 我们为高雄做任何事情都是应该的 今天这个三好幼稚园 我很开心的我们能为高雄的兄弟姐妹 做一些事情 日月光为高雄的打拼努力 我们秉择三好的哲学 只要我们一步一脚移地慢慢做 大家会看到 三好幼稚园是节能、环保、绿能建筑 户外广阔的活动绿地 是一般圆所四倍 并保留百年桃花新木及老树群 将绿意与生态结合的学习环境 荣获2022校园建筑景观类建筑原野奖的肯定